6月16日,沈阳市学签教育条例草案经沈阳市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 即将提交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条例草案首次以法规的形式明确禁止学签教育小学化 长期以来,社会上的幼儿园在幼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的安排上 越来越脱离幼儿成长的规律 孩子们在幼儿园里,每天更多是在教室里学习知识,为上小学做准备 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象十分严重 虽然社会各界为改变这一现象进行了多年的呼吁,但收效甚微 现如今,幼儿教育小学化这一现象将得到遏制 条例草案提出,学签教育机构要遵循学龄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关注个性差异,以游戏为基本活动 保教育结合,寓教娱乐,促进学龄前儿童健康发展 母书 母书